最近大陆的股市在黑色星期一跌得很厉害 接着在传说习近平亲自出手去搞市 你觉得这个情况是否普遍呢?还有什么影响呢? 我不知道他怎样亲自搞市 我知道他很有钱,他帮忙进市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现在看见他就是炒了个证监头,然后换了另一个 但是这样有什么帮助呢?市又不是证监去谷起的嘛 现在最多是赖他之前批的招股上市批的太多 太小水太多鱼,现在是这个问题 炒了他,难道你将现在上市的公司有什么办法脱牌? 所以我看这样没有什么作用 会有什么坏的影响呢? 什么影响我听不到 不好的影响有没有? 其实没有什么很不好的影响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大陆的市场 通常都是很多这些政治干预或者是 忽明朗或者政策的风险在那里 你现在无端端就是说托市 大家都不觉得你对基本因素有什么改变 你只是为市制造一些额外的滋扰的因素 每些资料因素都是通常是噪音 所以你在那张股市图表里看 都是可能有一些扰动 夹高夹低可能是这些因素 就是这个现象 不觉得它对方向有很大变化的影响 方向我相信都是五上下 都是注于一个低位上落架 那这个算不算是一种暴力的插手呢? 还有股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搞 什么时候不搞呢? 或者它有期待呢? 一直到它都是这样的 你所有新兴市场都是惯经做这些事情的 暴不暴力就看你有多大力 它现在这样声大而已 但是实际上你是不是很多钱在市场上掃火呢? 如果你真的很暴力的 照计A股应该是升得很急的 现在又看又不是 都在低位那里弹一两天 接着没什么力量 似乎又不是很暴力的 如果这个角度看 几时够几时不够 这些真的不好 除它而已 你逢是这些市场都是这样的 就是充满这些不觉定因素 所以如果计算派的通常是看基本因素的 和你计算估值的 那些就不是好玩这些的了 说真的你太多控制不了的事情 计算不了的事情 你实事某事 谁知道你干什么 一会儿你又托市 一会儿你又打压了 怎知道你搞什么 所以很难触摸 他现在这样长期搞的事情 那些事情整整一下 那些人不怕他了 不进去的了 是啊 看到有些经济学家 叫大家趁这次的台市 快点立刻脱手啊 那样 那样 都不上很多 看他样子可能都是弹的 看你多高位买落 就是A股 其实我相信很长时间以来 都不是太多人买入的了 就是有些可能他自己那些本土的基金啊 外资那些很多都走了 就是留在这些钱都是那些死手派来的 都是可能退休基金啊 或者他自己国家的钱 只要那些钱 那他这次出手 会不会和之前所谓的 那个场景禄子乱有关吗 那些股民走在美国理事馆下面的那些微波 去留意有关呢 不是的 那些拿来玩的而已 就是人家地盘發洩情绪 实际上你对当权那边的影响 是不是真的他看到你说 他听完你说就做事 我相信关系不是太大的 但是你跌到这些位置 其实都接近之前的低位 就是出手啊 做事都是预计之中啊 还有他传的旧市都传了很久了嘛 传了几个月的了 你现在都没有什么反应 就是其实你现在都不是真的 有很具体的事情做过 说会今入市已经入了多少 都不知道多少 就是始终他掃上去的那个 那个再看啦 现在都不是看到市市上了很多暂时来说 底可能差不多 可能在打中 打到底也好 是不是上得回去都不知道 那刚刚又要过年了 他是不是想过年之前 都不要整个社会气氛太难抬啊 还安抚一下这些百姓啊 是什么呢 作用都不是很大 因为 其实现在有最大问题是 失业的问题啦 就是企业又没有钱赚的问题啦 是不是输得很厉害呢 就是在说这些东西啦 那你的市市那些 其实就 其实很多人都不是在A股那里找钱的 就是A股其实很长时间都找不到钱 就是真的在害怕的是 可能那个楼价会不会还有得下啊 就是本身有资产那些就 就头痕一些啦 那你如果在A股那里托 没什么作用的 就是如果你选择个楼价 还是托个A股 我想这些人叫你托个楼价好 但是楼价现在托不了呢 是啊 现在我看来 他刚刚公布这一月份的消费者文革指数呢 都是从14年以来最大的跌幅啦 以及PPI又下跌啦 这是影响什么问题呢 消费力疲弱啦 如果通胀都这么低 或者开始通缩 其实就真的购买力很差啦 购买力差就是回头说 那些人的收入前景不行啦 就业前景不行啦 那还有就是如果老板的话 就职业赚不了钱啦 输多少也不知道 就是一间间啦 总之就是 如果你的flow income flow是好的话 财富是理想的 照计消费市道是OK的 是好的 那有通胀应该 全世界通胀都不是很低的 虽然跌下来也不是低的 但是你现在本身就去到宿的边缘 就是说 整天都赖一些猪 那些猪价 其实是不是真的关系这么大呢 反而说 你现在看看 就是整个市道 都很卑下 是深圳好些 因为很多香港人去买东西 其他那些就不知道啦 真的 整个整个整个经济 是很凶外制的表现 那现在没有什么生气给了出来 前景一直是 就是那些价格是在向下 那 财富效应是在减低的 就是始终这个旋渤走不了出来的 现在不知道他有什么招 他都给不了什么招 还有很负面啦 是啊 本身太长期的泡沫 现在要一泡清 都不会预认他很快就搞得了 就是你都要有一个 比较深一点的调整 那调整你如果急的话 就是 就是快点啦 快点完啦 不过一急的话 就很多东西都要倒了 慢慢来 那现在土自家那样拖着 慢慢来 拉到很长 短痛变长痛 那都没什么办法的了 就是我们看之前的历史上 可能每一次那些泡沫是爆破都要一些时间去清理 那他都不例外 他现在其实都拖了一段时间的了 就是如果你说近这几年来说 不过最近这一两年就 一些东西来得急一点 比较全面的 是崩溃式的 但是其实还有些东西是没见到的 就是譬如说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破产潮 倒闭潮 失业潮 而这个潮是足够清理的那些泡沫 现在就不敢说 就是见到有这样的苗头开始出 那些东西在塌 但是是不是 塌得够呢 就是这个就真的不知道 因为本身下面那些问题 现在很多都隐藏了 都掩住 掩住不知道问题有多不重要 如果你说那些东西透明一点 都大家有数多计 譬如说 这样的经济环境 大家财富收缩了多少 隔离了多少 是吧 要收缩多少间 或者有多少人失业 那才叫做 咦 救了 见底了这样 但是现在不是 就是 就是究竟隔离了多少 都是一个迷 究竟你说隔离了多少 就是各有各说 实际上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很难和他评估 究竟这个情况 什么时候见底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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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